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新中聯版的主任駱惠寧正式上任 在今早早 整盆民建聯拉大隊入中聯版 說要反映意見 誰不知見不到駱主任 這次刷不了 這次獲得何正副主任是接見的 到底他們走進去中聯版說什麼呢? 我們一起看看 根據民建聯主席李慧琼所說 原來他們一行人走進去中聯版的樹 就是要表達對於武漢不明肺炎的關注 希望中聯版做好喬良的角色 協助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 更加了解和掌握病情的進展 他在會上向何副主任帶出了幾點要求 包括希望中聯版透過國家相關的單位 要求對方和特區政府緊密聯絡 而國家有關的單位 就可以每日發放病情的最新進展 以及向香港市民披露調查的結果 包括肺炎治病的原因 除此之外他主動和記者提到 歡迎駱惠寧接任中聯版的主任 相信他可以帶領中聯版落實一國兩制憲法和基本法 他期望駱主任跟各界加強溝通 未來民建聯都可以在短期內跟他溝通交換看法 包括香港的社會最新情況和肺炎的情況等等 很明顯他們本身是想進入去進見駱主任 可惜不獲接見 安排了一個副手去見他們 於是乎很無忍 大家看看那些圖片 黑口黑臉的理大主席 還要說希望短期內跟駱主席溝通 今天刷不到鞋子 該死吧 還在說什麼? 希望中聯版做好喬良的角色 中聯版本應在香港就是做一個溝通 和聯絡的角色 不用你民建聯教 當時你教駱主任做事嗎? 不知所謂 其實自從2003年之後 中聯版不斷增加對香港內部事務的干預 使得職能和實際工作遠遠超過溝通和聯絡 甚至與你這些土共的團體 例如民建聯和中聯辦 在拉幫結派形成山頭 為威威威 搞得香港污煙瘴氣 已經不是聯絡和溝通的角色 甚至黃志民來到香港的時候 更加想越早代跑 說什麼呢? 要在中環西環走在一起 現在是西環治港還是中環治港 只會跟那些土共團體 韓裔一氣 虛報民情 搞得大陸的官媒還以為那些沉默的大多數會在區議會選舉當中發揮他們的影響力 出來投票給建制派 搞得那些官媒連新聞稿都寫好了 想著建制派可以大勝的 只是留下空格 填他贏多少席 完全就是方天下之大謀 你怎麼做呢? 你連最基本的溝通和聯絡的角色也做不好吧 那些民情民意你有沒有向大陸表達出來呢? 有沒有將香港的真實面表達出來呢? 多餘的 昨天駱惠寧主任在《建記者》的時候說了一件事 就要確保憲法基本法在香港全面貫徹落實 而且確保一國兩制能夠行穩致遠 這兩件事就說得很清楚 怎樣行穩致遠呢? 就是不要變形不要走樣 在2003年以後中聯版在香港的角色就是為人救病 就是正正被人批評 就是搞得一國兩制變形走樣的元兇 以及這些土共的團體為威惠 最重要是民建聯到底有沒有向中聯版反映香港人的訴求 什麼訴求?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你有沒有向中聯版反映 只是表達對於武漢的肺炎關注 多餘了 你真是反映一下五大訴求 那麼多話不說 而且市民的五大訴求當中 真相普選這個訴求 並不是憑空想像出來 而是有法理這個有法律基礎的 這個基礎就是源自於 《基本法》對於香港人的莊嚴承諾 民建聯 是不是 《基本法》的第45條和第68條 是寫得很清楚的 第45條的第2款又說到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 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 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 這個很清晰 第68條第2款又說什麼 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最終達至所有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請問民建聯入到中聯版的時候 有沒有向中聯版反映到香港人的聲音和訴求 你是沒有的 只是關注武漢肺炎 你這班就是香港肺人 有這些聲音你就不反映 最終達至這些目標 最終是什麼時候 2047年 今天已經是2019年 距離2047 只有20多年 你什麼時候搞呢 請問這個真的雙普選 一美只懂得拖延政制發展的步伐 你既然是要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一國兩制不變形不走樣 一國兩制全面貫徹實施 你就要將第45條和第68條 在香港實施了 不要只提這個基本法第23條 23條你們最厲害拿來講 為什麼不提第45條和第68條呢 這個條文沒有了 為什麼不說這件事 就是你不想兌現這個承諾 所以市民就出來抗爭 這件事是你寫出來的 如果沒有寫的就有自可 寫完出來那怎麼辦 原來是困人的 是浪費的 行政長官林鄭 今天開行政會議之前 就見了記者 今天他又在說廢話 有記者就問到他 元旦日有超過百萬的市民上街遊行 要求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要徹查警察的暴力 到底會不會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林鄭終於為了這件事落閘 他怎麼說呢 他說不應該走這條路 目前處理警隊的問題已經有一定的機制 麻煩你去吧 之前他也不敢說 不要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 推說有警監會的報告 或者是要弄這個所謂獨立檢討委員會出來 今天終於就說明了 認為不應該走這條路 即是說不應該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終於將鄧炳強說的那些說話 從他的口裡說出來 你不成立這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就預了 不然就要整色整髓搞獨立檢討委員會出來 就想著如目混珠而已 現在到底是林鄭治港還是軍政府治港 是不是已經是鄧炳強凌駕了特區政府的文官系統 為什麼他說的話 然後隔一兩個月就由你說出來 這樣的態度 然後還說這個警察過去承受極大壓力 同時就要承受四方八面的失實指控 昨天又有一宗 還涉及一位立法會議員 哇,你林鄭一句失實指控就大了 既然你說到這些是失實指控的話 我希望新任的區議員 可以在他們的大會上要求一件事 就是把那些警察暴力和行私刑的片段 在社區裏做廣泛的廣播 搞這個放映會 一天播到黑 你說失實指控嗎? 就把這些片段播出來 是不是?自暴其醜 什麼叫失實指控? 如果你認為是失實指控的話 為什麼你不敢搞獨立調查委員會? 不搞呢? 不如搞社區辯論會吧 大家每個人都拿出證據和盤拓出 看看誰會輸蝕 只懂得幫那些警察在說行 說到他們比梁天來還比金業局還要苦 很愚蠢 有OT錢收的 正在出納稅人的錢 全部都是在執行職務的 現在是你們這些傢伙 在濫用自己的職權 濫用你們的武器 行使私刑 請問有什麼這麼慘? 這些警察在街上打那些年輕人 又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 大圍捕抓錯的市民根本上是不相關的 抓錯了又如何呢? 你又不需要負上法律責任 你亂告安插罪名給他 到了告上法庭 原來沒有證據 又不需要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而且你這班傢伙還有糧出 還有OT錢 那是這份筍工來的 做錯事是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的 還有糧出的 還可以升職的 這樣也還有巨大壓力 你有沒有搞錯? 那那些市民怎麼樣? 哈? 市民沒有壓力嗎? 市民為什麼要逆來順受? 對於你這種高壓統治 簡直是瘋了 林鄭就說要呼籲各界 以客觀持平的態度 認識警隊所扮演的角色 從而作出公平處理 說得好像全世界的市民冤禮了警察 另外有記者追問他 監警會的報告其實是收到的 到底什麼時候向外公佈呢? 林鄭就說監警會的工作是獨立進行的 不能夠待監警會交代該會的內部討論和工作 那就不用交代了 因為沒什麼好看 那些海外的專家全部都在跳船 你說不是辭職的那些人全部都離開了 你還加什麼警會報告呢? 而且整理了那些獨立檢討委員會 全部都整色整水 索性就跟市民說 是不會查的了 你死一條心去吧 索性這樣說就好過了 就好就說了那些語言藝術 什麼叫不應該走這條路? 應該走哪條路? 何妖那條不生路? 傻瓜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了 拜拜 拜拜